5 4 3 2 1 天黑起步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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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1 天黑起步 感谢观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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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那个 护上小时赛 清零指导乌 这假面板子 应该怎么玩好吧 然后 然后别的 李斯 应该从上海过来了呀 必须 你这样 说实话 你这样玩完三天之后 李斯 真的不用再过来了 好吧 别的没有什么了 我这局是好人 因为我晚上也没有敏人 好吧 因为我也自己 哎呀 说实话 我就把自己的身份交了 我是那个平民 如果我晚上没敏人 也只能是平民 希望这一局的好人 和我刚才 第一第二局的好人 一样优秀 好吧 包括你今天 一胜一败是吧 还行吧 你每次来我 我这把 如果输了又是三连板 你每次来我都是三连板 好吧 别的没有什么了 我就保一张牌吧 我保一下景夏的 六号 好 保一下你吧 我希望你这局 不要再 再是那个狼人了 因为我是好人 因为你每次第一局 你跟我拿狼童饭 跳了个女巫 第二局 你被查杀了 我自保了 好吧 这一句希望你是好人吧 好吧 过来 十一号你要去发言 感觉十二号发言还可以吧 我这确实是不听那个 不知朝外的 因为我之前每次战错片都被朝外骗 然后因为吃过太多亏了 根本不看 我确实看到了 是 但我还是在想那个物质吧 然后我就还是比较听那个发言内容 我觉得十二号这把还行 他说希望跟六号是同身份 感觉他跟六号不太像见面 给我看起来 然后我觉得六号九号其实也不太像见面 就感觉希望景夏能有一个号人吧 然后 其实也不是特别敢保十二号 就先保一轮 一会儿也许下轮就捶你了呢 然后五号不到一直都在看我看一下 然后不知道他咋的 你不会是验了我吧 你要给我发对了 我就占编你 然后我就过了 十号你要去发言 这头两把 二六十二都是同身份都没赢 这把 里边他们仨 要是有一个人跟两个人不同身份 谁赢谁输 我们赛后大数据统计一下 心里就有点输入了 那个 我觉得包包还行吧 在景夏 不太觉得很像了 希望包包哪个好人 包包好人还是很猛的 好吧 那个 我觉得起跳位在五号八 听听没 两位落神 最后一把了 跳点牛 今天都两把都没挑了 这今天不行 那个 业绩还没完成 好吧 那个 我觉得十二一般 一般呀 然后听听八号玩家和起跳的发言吧 景夏的牌里 你没有话说吗 你去又去景夏了 好吧 我比较在意九号玩家的 景夏我比较关注九 好吧 听听八号玩家发言 过来 八号玩家请发言 就九六顺验 验的十一是金水 小郭说我 没给他发过真金水 不是吗 终于 好不容易拿到就验验嘛 如果十一号玩家不占编我的话 我 景夏再报十一的身份吧 好吧 景夏先报金水 验的十一是金水 然后 景辉流九六嘛 六号玩家放第二景辉流 其实就想压一张景夏的九千 之外三张牌 十一 至于是不是机械狼 我选择报他金水了 我肯定暂时不盘他是机械狼 好吧 所以外主委也不用拿这个点来质疑我 如果我觉得他有可能是机械狼的话 我景夏再去聊 然后 十二 这么开心 第一把是因为什么输的 总不能是因为我狼混输了吧 十二号玩家 有点像学了六的机械狼 我对十二号玩家的定义 景夏直接给六号玩家释放好感 一般 但我觉得十二 说实话 我觉得十二真的不太在小狼队 所以我觉得验十二可能验不出身份来 因为他是机械狼的话 验出来也不一定确定是好人 要么他就是个纯好人 所以我不是很想验十二 十的话 还行的点是在于 他觉得我会起跳 但他那个位置没有起跳 对吧 不然他起跳给我扣杀 其实还是有力度 我觉得还是高低有一些力度的 所以十没有起跳 他的好人面会往上拉一些 我就也不进景辉流 而且九十有逻辑关系 十号玩家打了景夏的九 所以九十里经验一张九 然后因为要有两个景辉流 有所谓的板子 我就第二张六六 当然我觉得六九在景夏 多有投票的能力 所以我希望我至少能吃一票 拿评票PK吧 好吧 再多的就没有了 后周围有一个几条位呗 前周围所有的牌 我都给过身份了 我觉得十X片上 十二不太像小狼 十一是我院子精神 十一号玩家如果不占面我的话 我待会再报他的身份 他如果直接占面我就不报 好吧 过了 七号玩家请发言 景辉 先验十二 先验十二 六九在景夏里验张九吧 六号看看投票 六号人家占边应该还算是比较稳的 然后十一号验了十一号 这个身份我怎么报呢 就是非猎人的一张神牌 非猎人的一张神牌 然后因为八号玩家 首先报不出十一号身份 其次八号又又又在骗小郭 你他每次骗小郭的时候 他就不能换一套说辞 所以所以一会儿八号先发言 八号玩家只能就去就去猜 然后景辉我就先验十二三九 十二号验你的原因 是因为你真的很开心 我帮你开心什么 因为八号说你是有可能 是张机械了 所以我觉得有可能 你跟八号不见面 有可能你是好人 我就验验你 对不对 因为我肯定得验个高配 对吧 验个高配 验一下 对吧 然后但是验出来的身份 我也不一定给你景辉 但是 我一会儿会留 我会好好留 留我的景辉 好不好 这不是我真的得验个高配 最后一盘了 想赢 这得验个高 就是玩的厉害加 其他没了 然后景辉留就先验十二 再验九 没了 我过了 五号玩家去翻译 这我 有一点点 但是十一号玩家 如果你本局是 因为你看七号玩家 八号玩家说十一是精水 其他玩家说十一是非猎人的身份 那你就只能是 守卫或女巫 如果你是女巫 这把一定有机械女巫 我为什么看你是 我真的觉得你好挂像呀 就第一天白天的时候 你最后那个待亏 我说哇小郭好挂像 然后晚上在想 是什么是什么 然后白天起来 我又看了一眼 觉得也很挂像 但是你发白天之后 我觉得不是狼 那这把就完了 你要是守卫 那就是机械守卫 你要是女巫 那就是机械女巫 所以一会儿考虑一下 看一看 那外之味的狼怎么打吧 我就告诉你们 我觉得你们狼 对这把大哥是这样的 但我不是大哥 你们不要觉得 我是大哥在传递 我学了十一啊 真不是 我就是这么想的 我觉得七号和八号的话 其实可以再听听 因为你说七号玩家是狼 我觉得也是 八号玩家发了十一精水 他也有能力 抿到十一的身份 所以可能七号玩家是狼 这样给十一发的话 力度会更大一些 我是这么想的 所以我得再分辨一下 至于发言的话 我觉得都没有什么问题 然后我听完再说吧 但我也觉得八 有一丢丢就是 你说紧货六九六 你觉得十是好人 我记得十号玩家 好像是宝货流的 他觉得六不错 十二好像也说六是好人 他们都觉得 紧吓玩家 六号玩家发言 还有就是身份还行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八号玩家 留六的一点点 别的就没有什么了 我是个好人 我就过了 四号玩家去发言 谢谢Harris 谢谢许悟念的投掷 感谢感谢 五号玩家都说要再听听 那我不再听听 有一点 有一点不太好吧 然后那个七跟八 因为我是井上 我说实话 我没有觉得八号玩家很像 但是还可以再 再听听嘛 还是要再听听 本来第一把打的 是蛮沉默 因为大家都在 逻辑的海洋里 没想到第二把 有个一丰老师 今天啊呀 又嗨起来 又嗨起来了 再后又有很多能聊的 很开心很开心 然后呢 这是第三把了 第三把井上 反正小郭你们 肯定是单独的好人了 对不对 因为七跟八都给你 这样发身份 而且他们给你 发身份的时候 你的腮红呢 变得更红了 啊 真是更红了 反正也不是啥秘密了 因为他俩现在 等于人家 一个狼和一个通灵 都知道你的身份 而且我估计 外出的好人 也一会儿听他们报 也就都知道了 对吧 所以也没什么 好藏着也就了 我是个好人 然后那个 七号玩家跟八号玩家 一会儿就再发 这个我不相信 即使八号玩家是韩茶 他也不可能报不出你的 七号玩家都给他二选一了 他还能报错 那不可能的 对吧 这不存在这个问题 我好人排过了 三号玩家请发现 我听四号和五号 都不是很好 两个人都比较偏滑 这个边还行吧 没有那么难站 我站边八号玩家 我觉得八项 嗯 十二号玩家笑这么开心 我站错了 站七 然后 然后我觉得前面 十一号玩家 嗯 发言就比较像好人 接了双精水 我觉得可以 就是 安排个平方PK 就可以再听一轮 不是说要听 十一号玩家的身份 可以让七号八号 两张牌 就是再点评一下 他们在井上 后置位的听感 好吧 然后我 刚才站七是开玩笑的 我确实觉得 八发言像一点 因为他不可能每次 他骗小郭 新的历程都 不改一下嘛 每次都是这个 好吧 如果 如果 他下次 还用这个骗的话 我就不信了 好吧 我就 稍微打一只 一点点反动 因为他这个 用这个新的历程 骗了小郭 无数次了 嗯 然后我是觉得 发聊的整体 没啥问题 特别是他对十二的定义 我也觉得十二 很像给六号玩家 递话 那种感觉 我不知道嘛 我得再听听 然后 前这位十号 有一点聊的很奇怪 但是我不知道 你底牌是什么 就是你说二六十二前两局都是同身份 二号玩家上一把是舞者 他玩的虽然像狼 但他底牌是好人 对吧 纠正你一下 我 我不是拿今天来打你 但是我确实是听这句话 比较奇怪 好吧 因为二号玩家底牌上人是舞者 可能你记得有偏差 然后那个仅上反正 我听四号五号都不是很好 然后谢哥同学 谢谢ZNO 谢谢ZNO 感谢大家 然后我就过了 二号玩家去发言 先道个歉啊 对不起啊 就是确实 确实还是不是很熟练啊 我这周去报名一下 护伤宝宝 再练一下这个板子 好 王哥记得 记得帮我安排一下位子 因为护伤宝宝宝杰 现在位子也比较紧张 然后那个 很遗憾啊 很遗憾 就是聊這趣的东西吧 首先我觉得五号玩家是狼人 我第一个找到的狼人是五号玩家 因为五号玩家给十一号玩家的定义是 如果你这把是女巫 外之围就一定有机械女巫 如果你是首位 外之围就是机械首位 然后你开口的发言是 不太确定 那么其实你给出的信息 是默认七号玩家验人的信息的 对吧 七号玩家说他是非猎人 非猎人的其他两张狼人牌 所以你心中是有倾向性的 你倾向性还非常的强 因为你认可了七号玩家给出的信息 你为什么占不了这个编 所以五号玩家这个 发言在我这里是非常奇怪 所以我觉得五号玩家狼人 所以起来四号玩家 没有捕捉到这个技艺四号玩家 觉得他还挺不错的情况下 我觉得四号玩家也要进我的狼坑 然后前之位 我本身听感不好的是十号玩家 但是七号玩家和八号玩家起跳 都没有去聊过十号玩家的事情 那就有可能是我听的问题 因为两个人对跳 都没有说十号玩家向朗 但是我听上去觉得 十号玩家不是特别好 特别是他说 我们三个同身份那一段 就像三号玩家说的 因为我上把是个舞者 我跟他们不是同身份 上把还是赢了的 虽然跟我没什么关系 上把确实是优秀的女巫 带领我们走向了胜利 但是我确实也赢了 唐英也是赢 所以在听感上面 我觉得十号玩家不是特别的好 但是鉴于七号玩家和八号玩家 都没有聊过十号玩家的事情 那十号玩家有可能是个好人 假如十号玩家是个好人的话 那我就等一会儿再参考一下 十号玩家的坑位 比方说九号玩家 其他的就没有了 好吧 我前这位听上去的狼人像五号玩家 五号玩家心目中的倾向是七号玩家 所以我有点倾向于八号玩家的变 就这样吧 过来 一号叫七号玩家 我都没听出来 五号倾向于七号 他不是说七号没有什么力度吗 我咋没听出来吗 他说七号不是特别好的点 是那个八号先发了十一 然后七号不是那什么了 说八的力度比较大一点的 可能是我意会错了 谢谢泡沫 谢谢热狗 谢谢萝卜碗子 谢谢润土 谢谢罗宝 谢谢冰淇淋 谢谢润土 然后太难分了吧 硬分 顶上可能站面下八号吧 我跟十一号玩家站一下边 你第一把站面不是挺稳的吗 小瓜 你作为双金水 这把带我赢一下好吧 上吧 我以为实事肯定是舞者 你当时抱舞池的时候 我脑子里紧急抱舞池 我还以为就剩一个神了 然后我说紧急抱舞池 紧急抱舞池 你给我挑懵了 我觉得是钢铁舞者 因为他倒牌了 你知道吗 然后别的还要啥呀 我是警上这么听的 我也不安排评票PK了 他们俩都有自己的投票能力 没准不用安排 一会儿也能评票PK呢 所以别的就没啥 你还不是别把自己不DQ呢 我现在今天晚上做梦 我都想 我都得想起来 我为什么不杀一刀八号 我气死了 你不把自己DQ了 我没准还能赢 没准把你推了 把挑生分了 我杀一下八号 别的就没什么 我过了 请上发结束 退水自爆环节 5 4 3 2 1 有请上人家 2号 7号 8号 12号 请请上人家带亏 做好投票准备 请从2782当中选出本球系警长 3 2 1 请出票 6号 9号 投票给7号 7号 当选警长 7号 请来蓝灯 昨夜 3号 当选警长 请发表 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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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号 1号 9号 10号 10号 9号 1号 10号 10号 3号 我觉得从人心上来讲 就是8号偏向一丢丢 所以我占了8 但是我是真没完全分清 然后大家也不用太参考我的意见 但是一定要认下 我是一个好人牌走的 然后景上 1号玩家 其实我觉得你是可以安排一个评票PK的 你有一个倾向心 但你有没有考虑过自己站错了B2 我是觉得景上我听1号玩家是不太好的 因为我觉得可以安排一下 然后听4 5的话 其实就是因为他们景上偏滑 就是偏滑 但是也是随便答答 好吧 然后我就过了 三号玩家言 是有受发动技能 5 4 3 2 1 请景章组织发言顺序 适合所有2号和4号 如果7号玩家是通灵师的话 那就是我的狼坑是5号12号 1号 如果7号玩家是狼 那就是6号7号 5号6号7号 5号6号7号 9号 对吧 我的狼坑里始终有5号 因为观点我上次阐述过了 然后加上3号玩家死的时候5号玩家特别的高兴 特别的高兴 我就不太高兴 我知道3号玩家是个银行人走的 什么意思啊 王哥 你是不是知道很多信息啊 为什么我在聊到5号玩家的时候 你一直在笑呀 你的笑很耐人寻味呀 你这个笑真的很耐人寻味 12号玩家能不能点啥 不知道这个跟我刚刚不是差不多吧 真的差不多呀 你这个动作比我危险 你这个动作容易封直播间 反正我阐述了我的观点 刚刚就是这样 我还是比较倾向于站8号玩家的别人 所以我要听一下6号玩家和9号玩家投票的信息 我觉得如果7号玩家你真的是个通灵师 我认错了你的话 那5号玩家也是倒过了 好吧 你认可一下 你等一下帮我点一下兰克 好吧 就这样过了 1号玩家请发言 3号为什么一定是名号人 万一是守卫守的女巫 女巫独了3呢 他说他偏向8 我也说他偏向8 他问我你为什么不安排评表PK 万一你站错边呢 我也不知道我站队没站队呀 那景下的我安排他干啥呢 听第一轮分不出来 我听第二轮就能分出来了吗 也不一定呀 我听第一轮偏向8 我也可能站错呀 所以说就肯定还得再更新啊 没听兔三是百分之百的好人 但是他是如果是奶川的 他就肯定是好人 不太偏向于算是自刀啊 他只能是守卫守的女巫 然后他是吃毒的 就11号您偏向谁呢 你看现在8号也没发报了 对吧 因为你先发言 8号再发言 我们都不知道8号报的 你身份是对是错 因为7号大概率不太可能报错你身份嘛 应该7不报 让8报 不是应该7先发言 然后让8报一下 然后11对一下 好像你无首位二选一嘛 你也藏不住了 所以11就跳身份对一下信息 3是怎么走的 要么是被奶川 要么是守了女巫 别的就没啥了 天天迟疑抱歉吸爆锅了 上号您要请发言 谢谢小鸡鸡之外和小白兔奶糖 终于有机会卸头试了 刚才忘记卸了 跟2号说一下 我跟你刚才那个动作是有本质的区别的 你刚才是做了一分钟 我只是手抽了一下 三秒钟 然后我首位啊 我站名7号 然后7号你找一个大狼露一下 我首位跳出来 因为我这个 我本来就 首先我这个 因为 3是我守的 我第一天守过3了 然后 我站编的是你 所以8 所以11也只能是女巫了 然后他会等会 还会给我对信息 然后我个人认为的狼 是那个1号 至于2和5里面那个狼 我分不清楚 我感觉就是2打5 我说实话 因为我现在是首位 我就很客观的说了 就是我觉得2打5真的不太讲道理 他 你看啊 现在1也说了5没有紧张战编7 那个3也说了 那个5没紧张战编7 你这打5打的确实 不是很那个 然后我说一下 为什么不站编8号 因为8号说我是什么给6D化的什么机械了 什么乱七八糟的 但我对7号还是有容忍度的 因为7号玩家本来就是不是以发言著称的 对吧 因为他对11号玩家那个力度扔出来的话 因为我自己是首位 然后他说他是首位和女巫中的一个 而且还要来验我这个高配 我觉得非常的好 因为我不想让他把我那个首位的身份验出来之后 我就先跳出来 我是站编7号的 我觉得狼是那个1号 1号是狼的理由 是因为他紧张去激化2和5的矛盾 2刚刚打完5之后 1号就起来说 其实2打5是打的不对的 我是这个意思 但是我虽然也觉得你打5打的不对 但是我跟他不一样 我有身份 好吧 至于你刚才说我为什么要笑 我深信爱笑 对吧 难道大家一起玩个狼人杀都要哭着玩吗 对不对 笑不代表一个这个人身份不好 对不对 我现在刚才没说 我发言的时候大家都没有笑 就说明大家对我的身份存疑 那我跳出这个首位的身份 对大家真的是很好 好吧 然后小郭你等会儿晚上就把那个 你把8堵了之后 把8出了之后 我先说一下 如果等会儿我站错队 7号投我的话 那就是我站错队了 我就会回答 我希望7号玩家 就是今天是7 8的轮次 我们先说好了 今天就是7 8的轮次 因为7说了8是小狼 8也不可能说7是狼王 对不对 所以等会儿8不管7会归我 还是8要归我 就是 就是我希望今天反正 今天的轮次就是7 8 好吧 不要再外置为头 先说好了 别的 我再说一下 这个过几天要带货了 大家关注一下 我站边的7号 我先跟他说好了 过了 11号你要去发言 你不是第一个警上发言跳平民吗 现在又成首位了 你是首位这边跳出来 然后你就怕8号报错我身份啊 没觉得他很像首位 是不是 确实是 我救了3号 我也确实是女巫 因为你一开始跳的是平民 你现在又是跳首位 关键 如果Y哥是预言家的话 他应该是想让8号先报我的身份 所以他让这边发言 那你这一跳出来 他也知道了 我也分不清你到底是7的狼队友 还是8的狼队友 我感觉 不太能相信你是首位吧 然后我其实是有点偏相信 8号的 因为我觉得8号验我 我可以理解 他拿狼也会骗我 他拿医院家也会验我 但是7号为啥验我呢 是不是 你验我什么心路历程呢 你一会儿说 怎么就这么巧 8号验了我 你也验了我 然后虽然8号没报我身份吧 但是就当女女列白婚打吧 现在也没办法 就当女女列白打呗 默认现在8号肯定能报对嘛 所以还是得听那个7号8号的对比发言 但我觉得2号是好人 2号的发言是挺正的 我听5号也比较奇怪 因为5号 5号确实是 5号一直盯着我 然后他也是 他确实是默认了我不是女巫 就是首位 然后但是 那他如果认为这样的话 那他应该是偏沾偏漆的呀 他说这个边分不清 然后还有一点 就是我觉得他有一点点像低话 反正我觉得5号可能不是很好吧 然后偏向于景夏应该也得有了 因为7号也是吃了 吃了景夏两票嘛 那没狼了呀 3号说战边8号 然后2号可能偏战边8号 那其他的人5号说分不清 然后4号朋友忘了 然后我就觉得 你看6号9号都是说要战边7号的 我觉得战边8的人 我没有听出来特别多的狼 而且你现在也要战边7号 嗯 所以我可能 可能先偏8一点吧 但是我可能会更新一下 我可能会更新一下 然后谢谢热狗 谢谢MU 谢谢罗宝 谢谢热狗 就很想相信一下 刚刚这把是真的演了我 我就过了 10号呢 请翻演 谢谢橘子 谢谢林七 谢谢卢坎斯 我听 耿姐像大哥 就像机械女巫 就说我就是学了十一 我就是机械女巫 这把包包的机械女巫正式在下 感觉是这个意思 可是他平时拿大哥 我从来没听出来过 我拿小狼天天投他 我根本听不出来他是大哥 可是你说如果5号玩家是在地画 他只能给8地 他怎么会给7地呢 7号玩家肯定能爆出来你的地牌啊 对吧 他要地画不是也只能给8号玩家地画吗 然后 我不是很觉得8号玩家像汗跳哎 因为汗跳的话 他为什么不直接报他身份呢 还要说哎呦 而且他又不是饮水了 对吧 像我们正常给你一刀 再报你一个底牌 他如果是个汗跳 他的发言就是小郭都不一定能够 站他的边哎 感觉有点奇怪 但是我不能说菜包子是好人站错边 是吧 而且在我的视角里我不觉得3号玩家底牌是钢铁好人出局的 你们 你们玩的这个板子没大哥吗 只有我的板子里有大哥 为什么3是钢铁好人出局啊 这个我也听不懂啊 为啥呀 我没有觉得3是百分百的好人出的局 嗯 我是这么心思的啊你说现在七八都是一流发言 咱们现在天也就是觉得感觉谁是咱也没有具体的逻辑 支柱 你是守卫你能守果冻 我不信 然后有一个有一个点是我是觉得因为你现在底牌是女巫嘛对不对 你是女巫的话呃 歪哥是觉得爸抱不出来你的身份对吧 那如果我是通灵师验了你是女巫我颈上就先说你你的底牌 因为我是带士对不对 你肯定不会觉得我抱错你的身份对不对 我就会先说你的底牌是一张非女巫的神牌 然后让爸故意抱哎呦哎呦哎呦让爸故意抱错你的身份 结果八号玩家结果七号玩家是说了你的真实的底牌 说你真的是非猎人的神牌对吧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好像有点不是特别灵光 你觉得嘞 因为假如说我说我验了你 你是女巫我说你是非女巫 你肯定觉得我发爆对吧 但是歪哥这么说的话你肯定不会觉得歪哥发爆 你肯定觉得歪哥在藏你的身份想让爸抱错 是不是这个意思 所以我觉得歪哥既然盘了这个 说了真实的话 我就觉得不是特别灵光吧 目前为止啊 然后十二号玩家我是觉得他是了爆 他起声说七号玩家我站憋你 你找个大哥给我搂一下 你找个大哥搂一下搂一下 然后说今天就是七八的轮次 谁也不准在外置为投 这怎么可能是你拿守卫的发言呢 对吧 我觉得不太灵光 是吧他自己先说的 要投大哥投大哥往死往死投大哥 晚上又说今天就在七八里头 我觉得十二号玩家不是很好 好吧 听听七八对于十二号玩家的身份定义 好吧 别的没有了 够点 九号让他起发言 感谢小白兔奶糖 感谢大拉帮 感谢苏巴 感谢米尔梅花 然后在听完七八发言之后 我是站编七号的 因为不站编八号就是有很重要的一点 如果他是通灵师验了 十一是女巫 为什么想着不报 为什么要发金水 这点我实在 因为十一号玩家不是那种很经常能配合的玩家吧 而且十一号玩家的站编也不是那么那么的稳 我觉得如果你通灵师验出他是女巫 这个力度很大 首先你报出来 我作为好人 我觉得你就很像啊 那你为什么验出来他是女巫不报呢 这是第一点 还有一点就是你对十跟十二没有特别多的拆解 就是因为前十二是保了六的 十是保了六的 疑似说要听九发言 你说你却更改了十一点 你说十是在打九 因为十的发言人我听的他 他说要听一听 景下九号玩家发言 所以你对十十二那个拆解 我觉得我不太满 因为十十二都保了六 你平常是好人的时候 我觉得不管六是啥身份 你都会带一句 然后你的景会流也是九号跟六号嘛 所以我觉得主要是还是 七八里面我占七的原因 因为他验了十一给十一发的精水 现在已经十一跳的是女巫 为什么不报十一是女巫 就这一点我不太理解 都是听八自己说一下吧 然后如果八真的是通灵师 那我觉得十就不好 因为你景上说十二是狼 你说六是好人 九要听一听 景下你说六是站错边的好人 十二是汗跳守卫 九不知道了 那怎么不听 你景上不是想听我发言 景下我觉得你如果站边八 你应该会比较关注九号玩家发言吧 因为你又断层了呀 你景上不是说听听我吗 景下为什么不关注我了 所以听完十发言之后 没觉得战七站错了吧 因为我觉得八十可能像两张 再听一顶 再听一顶七吧 因为我其实就主要不站八的那一点 就是他没报十一的身份 为什么不报 不太理解 然后如果七十同灵师 那就二八十 一二八十 三十好人 十二十争守卫 对吧 但是我还要听下六号的发言 因为我跟六号投的都是七号 我作为景下的好人 我还是要听下六号发言 六号好像没发过言 我听一听吧 但是应该是暂时站边七了 我过了 八号就去发言 谢谢小白兔奶糖 确实验的十一是女巫 那我问你个问题 九号好像这样 如果有一天我验了你是女巫 你希望我锦上报吗 如果我锦上报了 狼队选择了双报 你去读谁 我还问一下 然后倘若有这些女巫 把你闷了 你没撒出读来 你算背锅还是不背锅呢 九号好像这样 就这么几个问题 我觉得我锦上报了十一 但我不知道七是狼 如果我知道七在我前面汗跳的后 我就会直接报出十一身份 因为你比较藏了嘛 我是觉得十一号玩家 我锦上是这么说的 报你金水 如果你不占便 我再报你的具体身份 对吧 所以我是有留会儿的 就如果锦下十一号玩家 不占便 我再报出她女巫身份 但是七跳了呢 那就其实这个事情就没有意义了 但是因为我是通灵师 我只验了十一 我无法预知外注意的身份 我今天归票是十二 因为后面 首先我能拿首位的票 为什么十二是狼 我跟你们说一下 十二号玩家 因为他这轮最关键的信息 你上来没报 你守的谁啊昨天 你如果昨天 你守的三 你上来就要跟女巫对信息啊 你觉得十一是女巫 你上来为什么不报 你守三的信息 但可能他报了 我没听到啊 我觉得这是他的报点 好吧 如果他报的话 但我没说 但在我的视角 那明狼是七号跟十二号 而且我锦上就给了十二定义了 我觉得他像大哥 我觉得他不太像小狼 所以今天我就归十二 输一手呢 他是机械狼枪 对吧 还有他其他发言的问题 十号玩家也点了 十二号玩家说 让七号玩家去外注意归大哥 但最后他说是七八的轮词 他是很害怕出局的 好吧 当然在你们的视角 可能觉得 我是个狼想投手 为什么 但是我觉得你们听完 七八十二的发言 应该能分辨出 十二的单体发言是狼人 二号玩家不用这么看着 我觉得你发言是好人 接下来说为什么 七号玩家不是通灵师 就像十号玩家分析的 七号玩家在他的视角 他觉得我报不出身份 那为什么他要帮我缩小范围 他经常发言说 十一号玩家是 非守卫 即女巫 二选一的一个身份 觉得我报不出来 那十号玩家 我觉得其实你那个方法 都不是最好的 他就直接报十一金水 让我猜去呗 那么多身份去猜 他单独报不是女巫 其实都有点刻意了 对吧 那他为什么会帮我缩小范围呢 那是不是更像 十一号玩家说的 他验你没有心路历程 他发那个言说 验了你是非女巫 机守卫的神派 只是为了缩短我的力度 只是为了减小我的力度 因为我锦下 报出你是女巫 我的力度是很大的 他锦上这么发了 那我的力度 是不是就相应的减小了 这个大家能理解吧 对吧 所以这是七号玩家 为什么不是 所以七十二里 今天我的规票是十二 站边我就投十二 然后六号玩家 你投了七呢 我不会直接把你打死 说你不投七 我就觉得你一定是狼 会听一听你这轮的发言 好吧 但是我偏向于 你是要进坑位的 但是我打的一定是狼 那是七号跟十二号 我今天规票是十二号 十一号你站边 晚上就读七 好吧 今天站边我就投十二 九号玩家的身份 我不知道 但是你问的问题 我解答你了 好吧 然后至于锦上的四根 二我听是好人的 一我也觉得没有那么差 锦下十号玩家能点出那个位置 我觉得还行 所以我的坑位 你要我现在点坑位 可能是四五六七十二 五进四 然后六号玩家 听一下他这轮发言 四根五里呢 听完墨之位给站边吧 好吧 听完墨之位给站边 我这个位置不能打太多盘 因为今天投十二 我要票 好吧 然后我打的定量是七号十二号 然后他们两个分别 为什么不是守卫跟通联的点 我觉得我聊得很清楚了 以及为什么验十一 为什么补报 我觉得讲的都很清楚 今天站边我投十二 好吧 过来 七号玩家请翻译 我想想 因为三号玩家出局 我肯定不能保 保三号玩家是好人 他说我是狼 说八号是冲流士 所以我就没有必要去保三号 那三号玩家是狼 是平民 我就不定义了 对不对 我认为狼人呢 是八号 十二号 他要亏你 十二号 这真的是 真没办法 你虽然给我打广告了 王哥 但是您那个 汗跳守卫站边我 我总觉得有点问题 而且你太帮八号玩家 报分成文 但是为什么八号玩家会归你 因为十二号不是我的同伴 所以我认为十二号一定不可能是首位 因为你首你你第一天一定不会去首三 你如果是首位你会守的人有可能是二 对你会去首二 你不会去首三的 所以你怎么当成当成首位 你一定守不到三 八号玩家为什么会归你呢 八号玩家归你保你一命 双刀你是双刀了还是机械女巫 因为因为是这样 我跟十号玩家说 你看我虽然从结果上来讲是给八号玩家缩小了首位和女巫的可能 但是我说的话也不一定是真的 因为狼队还要判断我说的话是什么 有可能我是通灵师验了十一号玩家平民 我就说十一号玩家底牌为猎人或者 为首位或者女巫 狼人万一信了我的话 他去直接就报了女巫和首位 这都说不好 但是在发言顺序没办法弄 本来我拿了警惠 我让八号第一个发言 八号玩家就有报信息的难度 但问题是三号玩家死了 死了之后我在想 我正常验的十一号玩家是金水的话 我应该是这么发言 但是这么发言的话又是我先发言了 所以我只能让二号玩家先发言 所以所以十一号那个位置 到了十一号发言之前是十二号 十二号是给T八号给出了十一号玩家的身份 然后他你给身份就给过 你自己还跳的 你是真有真有意思 你得你得自己先喊跳个首位 八号才能给十一号放个女巫 是这么回事 那你说这个这东西 我没办法 反正确实是因为谁也不可能 这一号一号 就这个三号玩家第一天是单死的 所以这个发言顺序我就吃亏了 但是 但是八号玩家为什么能归到十二位 因为我正常来讲 我我肯定也是肯定是归八 然后那我就肯定归八 然后我认为狼人是 因为一号和二号都不占编我 三十号 你俩就是狼 那就一号二号 八号十二号 当然了三号玩家也有可能狼走 我不知道 反正一号二号没有占编我 那个六号和九号就肯定是好人 所以今天那今天跟我也没关系了 对吧 因为八归到十二跟我也没 我也肯定出不了局 我就归八 然后你们信八就投十二嘛 信七就投八 这跟我也没什么太大关系 然后我的建议是首位就不用跳 首位就不用跳 因为二 因为十二号不可能能当成首位 然后 因为我要是也去归你就太残忍了 十二号 你毕竟是跳的身份 替我站边的 我要归你真的太残忍了 那你为什么这么高兴 你拿个机械女巫这么高兴吗 三十一道 六号玩家请发言 我会投十二 我会投十二 井上那一轮票没有投给八 跟九号玩家的理由差不多吧 因为我玩这个板子不太多 我是觉得要是真的验到了一个 能让人家一下就能听懂的身份 好像爆出来收益比较大吧 除非你是说 比如说你验了女巫 你觉得爆出他女巫身份 狼没法玩了 因为解释不了为什么 狼第一天找到他是女巫 不刀他 对吧 所以你直接说他是精水 后面七号玩家又给出了他一个身份的定义 我就没觉得你太适 但你井下聊得稍微有点点打动我 稍微有点点打动我 除十二有起打动我 除十二有起打动我 因为 因为十二号玩家 你跳身份站边期的理由 我实在没听懂 你觉得七号玩家是原家 他拿的警徽 你有必要跳出首位来 站边他吗 他能把你搂了吗 你要真是一个首位 所以十二号玩家在我这里就不太能是首位 当然我肯定帮首位挡不了刀了 因为我不是那种第一天会守人的人 对吧 现在试试证明三号玩家被奶穿了 我肯定不会第一天去外置为守人 我作为一个 这个打法还停留在六七年前的玩家 我是不会作为首派 第一天外置为守的 所以呢 十二号玩家 我虽然不是守卫 但我觉得你是一张狼人派 鉴于此十号玩家聊你 我觉得十号玩家确实也还行 井下巴解释了他 为什么不给十一报身份呢 确实有一点点打动 从人性的角度上来说 你是担心 担心女巫挨喷 这个实在是有点无懈可击了 但是稍微有一点点逻辑的漏洞 你井下 你为什么不把九号玩家这张 也投匪票的人点进狼坑呢 对吧 你说四五六七十二 为什么九号玩家是 井下也投了七的 然后你替完他的发言 就没有对他定义了 相当于九号玩家消失在你的世界里了 但我可以接受投十二啊 我觉得他 我可以接受投十二 不 我不是可以接受投十二 我是今天一定会投十二 我是今天一定会投十二号玩家 因为我觉得你一定不会是一张守卫牌 我一定会投十二 我觉得十二号玩家 那如果十二号玩家是狼 他有可能是个大哥 那十二号玩家是大哥呢 八号玩家要low他 八号玩家也不一定就是真通灵嘛 因为也存在过这种情况嘛 我昨天刚补习了那一句 对吧 就是外low把大哥low了的 就是汗叫狼外落不大哥了 所以我会先投十二 守卫守一下你心目中的预言家吧 好吧 我已经交代了我的战鞭的行动历程 紧下巴稍微有一点点打动我 但是呢 我觉得他没有聊到九号 人家进来跟他接受 反正今天有人出了 我投十二 过了 五号那请翻译 谢谢小白兔奶糖的同事 谢谢 那你回去谢一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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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卢卡斯 谢谢阿姨吐拉 谢谢亥米斯言 谢谢小白兔奶糖 五号那请翻译 重计 重新计时 谢谢小白兔奶糖 谢谢卢卡斯 谢谢阿舍宝宝 谢谢大家的投试 我觉得好像还是要跳一下的吧 因为我在想 主要是六号玩家 我认得好人 他说他今天要投十二 其实八号玩家出局 我是不担心 因为十二一定出局 但是我怕十二号玩家出局 女巫给七号玩家读了 所以我还是跳一下 对 我是首位 然后我第一天守的三号玩家 我觉得三号玩家死的那一刻 我已经是一张首位坐在这了 我不都明白二号玩家怎么还敢捶我 然后呢 我说一下吧 我井上其实我确实分清了 我觉得七项的原因是 八号玩家给十一发了精水 其实我想骗十一 他就把十一的身份曝出来 他就说你是女巫 你是什么 你是什么就可以了 他说你是首位或女巫 那不就是在逗八号玩家 让八号玩家 狼人在这两个里面猜一个吗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 井上七号玩家的操作 因为他想骗十一 那就给十一发身份 又不可能说听完 我觉得七号玩家肯定能发对 这是我这么想的 我井上确实想站起 但是原因是 因为他们两个人 就是说十一是个精水嘛 我又是开牌之后 我觉得十一有身份 那我是首位 我就会觉得他是女巫 那我就不能把我自己也暴露出来 然后我就说 那我就聊一聊聊一聊 这样狼如果觉得我是个机械狼的话 可能他们就不会刀我了 所以我故意说 这把机械狼会学的十一 可能是个什么机械屋子什么 但原因是因为 我是那张守卫牌 我不想在夜晚吃刀 然后三号玩家 因为我觉得 十二号玩家跟八不见面 我觉得十二号玩家是机械狼 八号玩家不认识十二 十二号玩家在那个位置 怕八号玩家抱不出十一的身份 因为你们看 现在十二是狼 他只能做八的队友 因为七肯定是可以抱出十一 他害怕八抱不出十一的身份 所以他挑张守卫 那么所在十一上的身份 就只有女巫八号玩家就可以在那个位置 很舒适的抱出十一号玩家 一张女巫牌 这个是十二号玩家跟八为同伴 但是八号玩家在这归十二 我就不觉得他们是见面的牌 所以十二号玩家只能是机械大狼 那么你的身份呢 就是机械女巫 机械双刀 或机械猎人 他不可能是机械守卫 因为机械守卫 他就会战边狼人 而不会战边真狱 你怕被搂 或者是说你就是想被搂 所以只有这两个身份 那无所谓嘛 就让你夜间吃毒嘛 因为你只要不是机械盾 就可以吃毒 对吧 因为我们 我们定三十张平民走的 我们好人轮次就领先 今天出八 稳 因为十二是有一丢丢 可能是机械枪的 但是出完八 十二号玩家吃毒 就是最稳的打法 然后剩下的两个狼 我就不知道 因为我觉得十二是大狼 所以我觉得井下六九 给七号玩家投票的都是好人 我觉得红狼不会在井下倒钩 所以就可能在外注里找吧 我是张守卫 第一天守的三 我觉得七十 我觉得八是小狼 十二是大狼 过了 四号玩家起发言 谢谢小白都奶糖的头十 狼人杀手则上写的 紧推摸得在先 不等跳身份 什么意思 三号玩家 以四号人排走的 一圈 三号玩家 跳得七起 八八 十一女巫 十二巫 省位 七八通名声 猎人也起跳吧 好来 直接方便他们寻找 而且他走的时候 跳了一个平民 对不对 就是他若是好人 他只能是平民排 而且他单死 他不存在于他是猎人呀 你又没开读 女巫 你肯定是坐实了 十一号玩家 怎么回事 怎么可能这个位置 那个 哎 你看六号玩家井下的 好人面 他就出来了 因为我觉得 六号玩家 他既然投给七 他没有必要在那个位置 去说十二号玩家 他想投十二 对吧 这是六号玩家的好人面 虽然我没有见过 六号玩家 投错啊什么的 但是我觉得好人 总是有自己的思考量的 那么至于这个十二号 那现在有对跳了嘛 对吧 那对跳的话 十二号玩家 而且七也说十二不是 那么十二号玩家不是 八号玩家想要他 就是出局 那么如果十二号玩家 底牌为狼腔 那么八号玩家 就不是通灵 七就是通灵 那么十二号玩家 不是大狼呀 七也没说他是大狼 那为何 七号玩家要归八 不出十二呢 五号玩家 底牌为首位 为什么不投十二 因为你觉得七十通灵 所以你想投八是吧 行 那我估计明星所向 大家都会投十 别的没有 过掉 中文章发言结束 各位玩家请带亏 坐好特别准备 请带亏 带亏 警长请归票 警长归票 八号十二号 平票PK 警长票变为一票 各位玩家请坐好特别准备 三 三 二 一 请出票 一号 五号 七号 九号 十号 投票给八号 五票 二号 四号 六号 八号 十一号 投票给十二号 五票 十二号 投票给七号 一票 八号 十二号 够五票 平票PK 三号 请翻译 我头上还能起好人票 我真的理解不了 我头上有五票 一投自己又是啥意思 这都啥意思 我看错了吗 就投十二 平票PK完了 投十二 五号玩家的翻译 不是一定是狼人吗 五号玩家说 有一定的概率 怕十二号玩家是狼跳 那你咋不怕 他是机械守卫 你屋堵死呢 那不开玩笑吗 这发言都离谱了 都已经 他说不投十二 他等于是 投我比较稳 万一十二号玩家是狼腔 他得蹦 他要开枪 那你咋不说 他在机械守卫 能把十一的毒给守住呢 这不离谱吗 简直 打六号玩家问 为什么我没 九还投我 那九十了 那就是五七 九十二四个狼 今天把十二投了 然后晚上 晚上接着外置会读呗 我觉得就在奔着大哥的位置读 然后我拆解一下 七号玩家这一轮 他们小狼队不自爆 两种可能 第一是我真的 归到机械狼腔了 那是我的问题 但是我也不能预知到 他是大狼的品种 对吧 这点我无法预知到 如果他真是机械狼腔 那这把就输了 因为PK台线 大家只能投十二了 十二是双边狼坑 对吧 这第一种可能 第二种可能呢 就是七号玩家 想把十二做成公共狼坑 然后去骗小郭的毒 这第二种可能 第三种可能呢 就是十二只是一个小狼 所以狼队不值得为他自爆 对吧 三种可能性 但是无论如何 十二号是狼 是一个共识吧 十二号是狼是一个共识吧 所以大家就去投一下十二 我觉得有评票PK以后 大家会视野更清晰一些吧 五七十二是明确的三狼 那九十里出一个吧 九十里的好人头 八真的太离谱了 我真的觉得太离谱 十二是公共狼 可你们不投 那是啥意思 你们觉得十二是一个倒沟的大哥 那我凭什么敢归十二呢 我为什么在我的视角 他一定不是那个倒沟的大哥 我为什么敢归他呢 因为我的底牌是通灵师 他占面的是七 所以我归他 而且井上我就给他定义 我觉得他不带小狼队 我觉得他疑似大哥 所有要归他 但是我在想 是为什么五七团队不选择自暴 那我已经拆解过三种可能性了 第一他就是狼王 第二要骗女物的毒 第三他就是个小狼 但无论哪种 他是狼吧 十二是狼吧 不管是什么品种狼 他是狼吧 如果投出去是狼枪 那确实我有 也不能说我有失误吧 那我也是归了大狼 对吧 那我无法预知到他学到猎人了 对吧 所以大家就投一下十二号 别的应该没有什么特别多好说的 因为五号网站是狼 大家应该听得明白 五号网站这轮就点两个狼 就说八十二是两个狼 然后说外出的狼不知道 说不投十二 因为十二可能是狼枪 你咋不说他是这些守卫呢 这就是发言真的离谱 九十里的好人 我不能接受 说实话过了 上二号那请发言 我是守卫啊 然后我站说对了 然后我个人觉得是这样 现在预言家和守卫上轮次了 那只能预言家出去 因为我守卫出去就没有了 然后我投的是七号 嘿 我投的七号 然后你知道那个五十郎的情况下 为什么老要投我 你不是我站错队了呀 就是必须要投八 好吧 必须投八 因为我出局游戏就没有了 我劝一下二号 五是在你的双边狼坑里面的 心悦易风 不是 你投我就显得你自己的 前面的三分钟发言 等于是白发了 这个能理解吧 因为我知道 不是 我除了 就是站错队以外 我觉得我本轮的发言 发的还可以 首先八号你没有听到 我报了 我说我守的三 然后我说女巫在后面对 知道吧 是这么一个情况 那如果七报的十一是守卫 那我就不就知道七是狼了吗 我会投七的呀 我听完你的发言 我知道自己站错了 我没办法了呀 你 你 哎呀你 不要对我敌意那么大 敢敢 你 你吃到五票 我是狼 我都没投你 那有两个好人站错了 对不对 小郭投得几 我不接受 等会儿投我说什么 12号站错队 就12号自己的问题 而因为我是在前置为发言的 我说了 我认为的狼是五号七号 投我的基本上都是狼 五号七号 一号二号 还有个字 其实 投八 投十二的是你 那我一没打错呀 那就是 一二 一二五七嘛 应该是一二五七 六号你再想想 你为什么 你是不是感觉投我无责呀 包包 七号你做得出来啊 你做得出来 因为我跟七号是有可能 哎呀我就直说了 我就被他那个 井上跟我那对话 他说咽一下你 我以为他刚刚跟我打配合 我才站错的 八号你自己投一下自己 好吧 你认出一下 你作为医院家 你太不负责任了 不是 不是呀 我问你个问题 你以后我不赞免 你就归我 你不赞免我的时候 我也没归你啊 能不能玩 还发脾气什么 对不起我是里面好人 接受不了 我也接受不了你是医院家 你出局 我都没投你 我投你你都死了 哎 观众朋友们 我是老我投他是不是死了 我不允许再投一次好吧 我不允许再投一次 不是 我是机械狼 我也不知道谁是投了一次 太离谱了 你不会是狼吧 你狼归我大哥 你如果这些游戏都往我出去看八号 你是不是老 你那是老 你太离谱了 我告诉你 投我 投我我带小郭 怎么了 不演了 跟你们好好说话太难了 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反正投我我带小郭 看什么 还有七号 没想到我是机械牢枪 我学的六 怎么了 跟我恨 发展选择 这玩家发展结束 除八号十二号外 其他玩家请带会 做投票准备 请从八号十二号当中 选出本轮放逐出去的玩家 三 二 一 请出票 一号 二号 四号 十一号 投票给十二号 四票 五号 六号 七号 九号 五号 六号 七号 九号 十号 稍等我再数一下 别动 一二四 一 一二四 十一 对 一二四 十一 投给十二 五比四 八号玩家 五票数据 请发表一 意思是 我想想 投机械狼枪 和头头淋湿的轮刺 我算算 觉得他是狼枪头 有道理吗 我算算轮刺 明天小郭把十二读了 守卫薄一个平安夜 但九十里的狼你们也不知道啊 九十里的狼你们知道吗 我都不知道 好像还是应该投十二吧 十二带了十一 守卫薄一个平安夜 倒是也难 投我 投我 明天好人应该要说是 不想投狼枪 但他说他是狼枪 他就一定是 但是 因为武器没自爆 他应该是狼枪 他如果是机械女 武器早自爆 他应该是机械狼枪 那就独十二 然后也是守卫薄平安夜 但是问题就在于 你们明天在九十里 要找最后那张狼 对吧 九十里的狼还得去找 五七十二顺着拍推嘛 然后守卫 还要守出一个平安夜前提下 才有最后那一推 蛮难的 六号晚上说 为什么我视野没酒 我没票啊 我的视角里 不确定九号一定是狼 或者不是狼 紧一下你们俩都投给七 我肯定觉得你更像狼 所以先点四五六七十二 有问题吗 没问题吧 对吧 别的还有什么 也没啥 第一轮的票是怎么个事呢 所以这个还是值得探讨的 就是那天我是归七号 还是归十二号 我觉得归七小过也能赌到十二 但是十二那么多的机械狼 品种里只有机械狼枪 我们不能接受 其他的所有的 还有他还有机械守卫的可能性 所以再来一次我可能还是会归十二 但是因为武器没有自爆 所以PK台上我意识到他可能是狼枪 但当时我跟他已经上了PK台 我没有办法改轮次了 对吧 九十里谁是好人 九十 太难了吧 九十能偷我两轮的 我不知道 你们最后有那个轮次自己去找吧 好吧 我找不到 谢谢卢凯斯的偷使 8号在夜里搜索发动技能 5 4 3 2 1 天黑请毕业 守卫请睁眼 请选择 请选择 你要锁团章 守卫请闭眼 狼人请睁眼 狼人请选择 狼人请选择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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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